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怎么在会议室待那么久 今天没有会议啊 花了点时间跟实习生说点事 哦 对 这批实习生由你来带 这回来的实习生素质怎么样 好坏参半 素质特别好的 我还想向公司推荐 看看有没有机会等他们毕业后聘请他们 多吗 有两个 做事不仅负责任有交代 还很主动 效率高又有想法 遇到不会的还愿意学习 主动请教一些同事 嗯 是人才就要留住 那这回还有没有添麻烦的 刚才就是在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不主动也就算了 还超级被动 甚至不推不动 即使推了也只是动个样子 动了还把事情搞砸 来实习的不都得为他们填评估表吗 据我所知他们实习的学分挺高的 如果实习评估不理想是会拉低总成绩的 他们自己都不担心你操什么心 刚才跟他们说了很多 他们也答应我了 会改正之前做事的态度 你纯纯告诫 不知道他们听进去多少 这会儿跟你说会改正 另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哎 就姑且相信他们一次吧 还能怎么样 我可没纯纯告诫 你不是说你跟他们说了很多吗 我尊尊告诫 没纯纯告诫 哈 那个字读尊 左边是言字旁 右边是享受的享 我记得 淳朴的淳 淳酒的淳 右边都是这个偏旁 也是享受的享 淳朴的淳和淳酒的淳 确实都读作淳 可是左边言字旁 右边想 这个字读尊 尊尊的意思是 恳切而又耐心 告诫是规劝警告 所以成语尊尊告诫 是诚恳耐心的规劝警告 我读书那会儿 视老师的尊尊告诫为圣旨 每一句认真的听 尽可能的做到 踏入社会以后 前辈们的尊尊告诫 我也是不敢置若罔文 听尽耳里 记在心里 希望这回 他们把你的规劝警告 也听尽耳里 记在心里 必须 不然我今天就白费唇舌了 还花了我那么长时间 嗯 今天回家 我也要对我那两个孩子 尊尊告诫 耐心规劝他们 不要再为电脑而吵架了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